第一条 本系则一政误人原退执抚须条例 以下简称本条例第39条规定定定制 第二条 本条例第二条第二项第一款所称现职军 公、教人员、其他公职人员或公营事业人员 以下简称常务人员 直转认证物人员 之前一日具有现职常务人员身份 所称未一转任前原任职务是准用职退休职 五法令请领退休职 五金资遣给予离职退费或年资结算给予等退离给予 以下简称退离给予 只未曾办理转任前原任职务职退休职 五资遣离职退费或年资结算 本条例第二条第三项第五款 所称公营事业机构之负责人、经理人 只是用公营事业机构退休职 资遣或抚恤法令等相关规定之负责人、经理人 但转任政务人员后 原任职务使纳入室用公营事业机构退休职 资遣或抚恤法令等相关规定者不是用职 第三条 第一类政务人员 依本条例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参加 原任职务事准用之退休职 五资遣或抚恤制度之年资给予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退职或在职死亡时 得依原任职务事准用之退休职 五资遣或抚恤法令 请领退离给予或抚恤金 二、退职时为请领退离给予者保留该政务人员年资 依其原任职务之身份 分别是同常务人员年资 依相关法令请领退离给予或抚恤金 第一类政务人员 依本条例第三条第一项规定 办理退休职五之权利 自退职日起 经过十年不行使而消灭 本条例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 所称界零退休年龄 指政务人员于转任前原任职务事准用之退休职 五法令所定应办理退休职五之年龄 政务人员之最后服务机关 依本条例第三条第三项规定 办理第一类政务人员 或其遗族请领退休 指五金 资遣给予 抚恤金 遗属一次金 或遗属年金案时 应通知政务人远转任前之最后服务机关 由该机关 够含情审和定权责机关 够办理 第四条 一本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请领退休 指五金者 由政务人远转任前之最后服务机关 够含请其退休 指五案件之审和定机关 够办理 并以转任前最后职务 卸职之为退休 指五生效日 一本条例第九条第二项规定 请领一次给予者 由政务人远转任前之最后服务机关 够审定之 一本条例第九条第三项规定 请领护恤金者 应填据申请书表 并同死亡证明书 全部任职证件 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由政务人远之原服务机关 够通知其转任前之最后服务机关 够 并由该机关 够含请及护恤案件之审 和定机关 够办理 一本条例第九条第四项规定 请领一次给予者 及请领程序一第二项规定办理 政务人远得一本条例第八条 第一项第三款规定 请领所据常务人员年资质退休 值五金或一次给予 而为请领者 其亡故后 遗族得于政务人员死亡之日 其十年内 比照本条例第九条第三项 至第五项 及其二项规定 请领抚恤金或一次给予 第五条 一本条例第八条 第一项第三款 或第九条规定 按政务人远转任前 远任职务是准 用法令请领退休 值五金 一次给予或抚恤金者 依下列规定办理 依市准用法令 依退休 值五金或抚恤金 依退休 值五生效日 或转任政务人员前 最后职务 卸之时是准用之法令 但其定期性给予 依各期发放时所是准用之法令 二 一次给予 依转任政务人员前 最后职务卸之时是准用之法令 二 待遇标准 一 退休 值 五金或抚恤金 依退休 值 五 生效日 或转任政务人员前 最后职务 卸之时之 待遇标准 但其定期性给予 依各该法令 所定调整机制 调整制 二 一次给予 依转任政务人员前 最后职务卸之时是用之 待遇标准 三 计算基准 以转任政务人员前 最后再职等级 皆 或工资未基准 但各该法令规定 以平均奉 薪额 或工资未计算基准者 以转任政务人员前 最后再职等级 皆 或工资往前 推算至平均奉 薪额或工资未基准 第六条 一本条例第十条 第一项规定 退职之政务人员 所据中华民国 九十二年时 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之服务年资是 用原政务人 原退职筹劳金 给予条例 及其相关规定者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政务人原服务年资 二年以上 于退职时 请领退职筹劳金者 应填据政务人员 退职筹劳金 给予事实表 简同本人 最近二度正面 半身相片一张 本条例施行前之 任职证件 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经最后服务机关 够切实审核 汇转全序部审查 并送会行政院人士 行政总处后 由考试院审定之 二 政务人原服务年资 未满两年 且具有军 公 教人原年资 符合原任职务室 准用退休 值 五 法令办理退休 值 五 条件者退职时 由其最后服务机关 够 喊请其转任前之 最后服务机关 够 转送其退休 值 五 案件之审 和定机关 够 一 退休 值 五 实之法令 和给退休 值 五 金 并以退职日未退休 值 五 生效日 三 政务人原服务年资 未满两年 未具有军 公 教人原年资 或未符合原任职务室 准用退休 值 五 法令办理退休 值 五 条件者 得于退职日起十年内 一元政务人员退职酬劳金 给予条例第八条第四项规定 申请发 还其个人圆角复制退 值辅蓄基金费用本息 必须计算至退职前一日值 前向第一款人员之服务年资于 三十五年者 缴纳退职抚须基金费用 而位于并计退职之年资 一元政务人员退职酬劳金 给予条例施行细则 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定 按其缴付基金费用之年资比率 计算自缴费用本息 并由公务人员退休抚须基金管理机关 以下简称基金管理机关 以此发还 必须计算至退职前一日值 第七条 本条例第十条 第一项所定在职 死亡之政务人原抚须案 由其遗族填据抚须事实表 并同死亡证明书 全部任职证件 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送有原服务机关 够会转全序部办理 第八条 本条例第十条 第一项第三款所称 未曾领取退职酬劳金 离职退废之政务人员年资 指下列政务人员年资 一 中华民国九十二年时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未曾并计合给退休 职 五 给予 或为一员政务人员 退职酬劳金 给予条例规定 申请发 还个人 圆角复支退 支付须基金 费用本息之年资 二 中华民国九十三年 一月一日以后 符合本条例 发给公体储金 本息规定 而未领取之年资 政务人员 获其遗族一本条例 第十条 第一项第三款规定 请领退休 职 五金 一次给予 或辅恤金之程序 以第四条规定办理 政务人员 具有中华民国九十二年时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君 供 教人员年资者 其所据未领取公体储金 本息之政务人员年资 得由政务人员 或遗族 依罪有利之方式取舍 并不缴退辅基金后 并计请领君 供 教人员退休 职 五金 一次给予 或辅恤金 前项 补缴作业 由政务人员之 最后服务机关 够转送基金管理机关 按转任前军 供 教人员之等级接 及一起所 补缴年资之 各该年度待遇标准 对赵军 供 教人员缴责费标准 换算复利中职之总和后 通知该服务机关 够转职政务人员 或遗族 一次全额负担 缴入退辅基金账户 第九条 政务人员或其 遗族得 一本条例 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 于指定金融机构 开立专户 专攻支给 或发放机关存入 一本条例 原政务官 退职筹劳金 给予条例 或原政务人员 退职筹劳金 给予条例 请领之 离职储金本息 一次给予 退职筹劳金 以属一次金 或以属年金之用 前项人 原开立专户时 应减同下列证明文件 一 存入离职储金本息 退职筹劳金 以属一次金 或以属年金者 减同开户申请书 及政务人员之 最后服务机关 够开立之证明文件 二 存入一次给予者 简同开户申请书 及一次给予审定机关 够开立之证明文件 第一项锁定专户 按退辅新制实施前 后年资质给予 分别开立 并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由基金管理机关 及中央 与地方主管机关 与下列金融机构签约 办理专户作业 一 退辅新制时 施后年资质给予 以基金管理 机关委 拖贷付资金融机构 所指定之分支机构 以下简称 专户金融机构 费现 二 退辅新制 实施前年资质给予 以基金管理机关委 拖贷付资 专户金融机构 优先 但与其他金融机构 完成签约事宜者 从其约定 二 专户内置存款 依各专户金融机构 规定及息 但不得以 低于各专户金融机构 活期储蓄存款之牌 告利率及息 三 政务人员或移足于 开立专户后 于一年内 会有第一项 所定给予存入者 由政务人员之 最后服务机关 购或发放机关 查证事时候 通知专户金融机构 进行办理专户销户并 通知当事人 四 政务人员或移足 不得自行 汇入任何款额 至专户内 但得自由提领 或汇出 五 政务人员或移足 自专户内提领 或汇出之金额 不受本条例 第十一条第三项 规定保障 前项第一款 所称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 依政务人员之 最后服务机关 购或其一次 给予审定机关 购之级别 指下列机关 购 一 属于中央者 指中央二级 或相当二级以上机关 购 二 属于直辖市集者 指直辖市政府 三 属于县市集 集乡 镇 是集者 指线 是政府 四 属于行政法人者 指其主管机关 本条例 第十一条第四项 所称 支给或发放机关 印就领受人贸领 或一领之金额 何时收回 不受同条第一项 即第三项规定之限制 指支给或发放机关 印 按其贸领 或一领之金额 书面通知 开户银行径 自专户扣款 何时收回贸领 或一领之金额 不受专户内存款 不得作为抵消 扣押 供担保 或强制执行标的 支限制 第十条 本条例 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一款 所称于执行职务时 发生意外危险事故 遭受暴力事件 或罹患疾病 以致伤病 至于执行职务时 有下列情形之一 以致伤病 一 发生突发性之意外危险 二 遭受外来之暴力 三 遭受感染 引发疾病 第十一条 本条例 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二款 所称于办公场所 公差期间 发生意外危险事故 一致伤病 至于下列期间 发生突发性之 意外危险事故 一致伤病 一 在处理公务之场所 于办公或指定工作之期间 二 经机关指派 执行一定之任务 三 代表机关参加活动 经机关指派 执行一定任务之期间 或代表机关参加活动期间 遭受感染 引发疾病者 笔照本条例 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二款规定 认定未因工伤病 本条例 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二款 所称 因办公 公差往返途中 发生意外危险事故 以致伤病 只在合理时间 以适当交通方法 于下列必经路线途中 非因本人之 重大交通 违规行为 所生突发性之 意外危险事故 以致伤病 一 前往办公场所上班 或退勤支币经路线途中 二 经机关指派 执行一定之任务 或代表机关参加活动 前往指定地点 或返回办公场所 或居住处所 建支币经路线途中 前项第一款 所称 前往办公场所上班 或退勤支币经路线 包含下列情形 一 自居住处所 前往办公场所上班途中 二 在上班日之用膳时间 自办公场所 前往用膳往返途中 三 自办公场所退勤 直接返回居住处所途中 四 自办公场所退勤 直接返乡 醒亲 或返回办公场所上班途中 政务人 原行经前项 所定必经路线 因道路交通情形绕道 途中发生突发性之 意外危险事故 经就其起点 经过路线 交通方法及时间 各因素查证后 属客观合理者 视为必经路线 政务人 原经机关指派 执行一定之任务 或代表机关参加活动者 其前往指定地点 或返回办公场所 或居住处所建之必经路线 必照前二项规定认定制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三款 所称于执行职务期间 或办公场所 触发疾病 已至伤病 至于执行职务时 或在处理公务之场所 于办公或指定工作之期间 或经机关指派 执行一定任务之期间 或代表机关参加活动期间 因突发性疾病 已至伤病 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三款 所称于因办公公差 往返途中 触发疾病 已至伤病 旨在合理时间 以适当交通方法 于前条第三项 至第六项 所定必经路线途中 因突发性疾病 已至伤病 第十三条 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四款 所定陆利职务 积劳过度 已至伤病 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 陆利职务 积劳过度 于长期或短期之工作 职责繁重 导致疲劳累积成疾 或短时间内持续工作 执行重大灾变抢救任务 或处理紧急事件 且有具体事剂 导致身心负荷 过重成疾 二 因潜快因素 致生疾病 或病情加重 且其影响 超越自然进行过程 而明显恶化 政务人 原一本条例 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四款规定 办理应工伤病退之时 由其最后服务机关 够一前项规定 就政务人原职责程度 全部就医记录 健康检查 或个人健康管理情形 等综合评估后认定之 第十四条 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二款 所称重大交通违规行为 指政务人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为零有驾驶车重之 驾驶执照而驾车 二 受吊扣驾驶执照期间 或吊销驾驶执照处分 而驾车 三 经有灯光耗制管制之交叉路口 违规闯红灯 四 闯越铁路平交道 五 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 吸食毒品 迷幻药 或非治疗用之药品 而驾车 六 驾驶车辆 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驶 或在道路上静驶 静记 舌行 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驶车辆 七 驾驶车辆违规行驶 高速公路路间 八 驾驶车辆不依规定时 入来车道 前向各款交通违规行为 如属织行职务所需 且依相关法规规定位合法者 不试用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二项第二款 诞书规定 第十五条 第二类政务人员 申请因工伤病退之时 应检同足资证明 其因工伤病逝 实经过之相关证明文件 送最后服务机关 够认定之 前向因工伤病系 因罹患疾病或 触发疾病者 应检其全部就医记录 健康检查或个人健康管理情形之 相关资料 送最后服务机关 够认定之 第十六条 本条例第十三条 第一项锁定原因消灭日 规定如下 一 动员刊乱时期中止后 涉嫌内乱罪或外患罪者 指其所设案件经 探决确定之日 或不起诉处分确定之日 或还起诉处分欺满 未经撤销之日 二 涉嫌贪污治罪条例 或刑法读职罪章之罪 以下简称贪毒罪者 指其所设案件经 探决确定之日 三 依法停止职务者 指其停职是由消灭之日 四 依法移送惩戒 或送请监察院审查者 指其经惩戒法院 判决确定之日 或经监察院审查决定 不予弹劾确定之 五 行踪不明 或发放机关无法联系者 指其亲自向发放机关申请之 六 付大陆地区长机居住 而未在大陆地区设有户籍 或领用大陆地区护照者 指其回台居住 或亲自依规定 申请改领一次退职酬劳金职 检查机关对于涉嫌内乱罪 或外患罪之政务人员 进行侦查时 于不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下 得含之该政务人员之 最后服务机关 构及权序部 政务人原犯贪毒罪 或假借职务上之权利 机会或方法犯其他罪 经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之行时 由判决法院 简同探决正本一份 分送该政务人员之最后服务机关 构及权序部 第十七条 本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项第一款所称职务 指由机关 构 学校或团体 直接雇佣并由政府 预算支给薪酬之职务 本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项所称 每月之领薪酬总额 指每月因职务所固定 或经常领取之薪金 奉给 工资 税费或其他名义 被与等各种薪酬收入之和技术 前项所定 每月之领薪酬总额 与同时 再任二个以上职务者 其个别职务 每月所领薪酬收入 应和并计算之 第十八条 本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项第二款第二母 即第三母 所称政府捐助 赠知财团法人 或政府及所属营业 非营业基金 转投资事业用词 定义如下 一 政府原始捐助 赠知财团法人 指财团法人 办理设立登记时 政府名列登记申请书内 并载名为捐助 赠人者 二 政府捐助 赠经费 为计达财产总额 20%以上 知财团法人 知财团法人 办理设立登记时 一登记申请书 所载之财产总额 或捐助 张成所载之 捐助人 及捐助财产总额中 由政府捐助 达该财产总额 20%以上者 或捐助 及捐赠 为计达该财产总额 20%以上者 三 政府及所属营业 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 为计占该是业资本额 20%以上事业 指公务预算 营业基金 非营业基金 合计投资数额 占该是业资本额 20%以上者 四 资本额 指可该是业 向主管机关 登记之资本总额 或实收资本额 前向第二款 所定政府捐助 赠经费类 计达财团法人 财产总额 20%以上之认定基准 于财团法人成立时 以法院设立 登记之财产 总额规准 成立后以其实 计财产总额规准 第十九条 本条例第十五条 第一项第二款 第四母 所定政府 直接或间接 控制其人士 财务或业务 制团体或机构 应由主管机关 依据下列原则 何时认定制 一 所称人事控制权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 财团法人或事业机构 之董事或监事中 有二分之一以上 由政府代表 或公股代表所担任 二 主管机关对于财团法人 或事业机构经营政策 具影响力之最高 四高首长 或实际负责执行 经营政策 置之行首长 具有合派或推荐权 所列之首长 于财团法人或事业机构内 副实既执行经营政策之 相当职务者 一属之 二 所称财务控制权 指财团法人或事业机构之财务 会计报表 预决算等 应送主管机关 财政或主计机关 审计机关单位 或民意机关合备 三 所称业务控制权 指财团法人或事业机构 之营运政策决定 业务计划书 业务运作规章 营运计划或基金计划书等 应送主管机关合备 前项所称主管机关 于财团法人 指直接 间接控制该财团法人人士 财务或业务之机关 于事业机构 只对该事业可直接 间接控制其人士 财务或业务之机关 第二十条 第二条 锁定政府捐助 赠财团法人 政府及所属营业 非营业基金 转投资事业 及政府 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士 财务或业务之团体 或机构之范围 以全序部公告为准 第二十一条 删除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六条 第二款锁定山地 离岛或其他偏远地区 因卫生主管机关 推动医疗 促进相关方案 或计划之山地 离岛或其他偏远地区之范围 未准 前项锁定山地 离岛或其他偏远地区范围 由卫生主管机关协助提供 并由全序部公告制 第二十三条 中华民国106年8月10日以前 已参加离职处金之政务人员 获其遗族 于106年8月11日以后 请领离职处金本息时 由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 第十七条第一项 或第三十一条第一项 所定情刑者 应暂停或丧失请领工 提处金本息之权利 本条例第十七条 第一项第三款 所称不遵命回国 于回国命令定有期限者 只逾期回国 于未定期限者 只接获回国命令之日期 于三个月不回国 但有特殊之原因 惊动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条 退职政务人员或遗族 由本条例所定应丧失 停止领受月退职筹劳金 优惠存款利息 以属年金情形 或不符合领受 以属年金条件者 应主动通知 原服务机关 够或在任机关 够 转报之给 或发放机关中职 或停止 只给月退职筹劳金 优惠存款利息 或遗属年金 以本条例及前项规定 停止只给月退职筹劳金 优惠存款利息 或遗属年金者 于停止原因消灭后 得减同完整证明文件 申请继续发放 王顾退职人 原职配偶于 致领遗属年金期间 再婚者 以第一项规定办理 王顾退职人 原职遗族于 致领遗属年金期间 由本条例 第26条第4项 所定情行时 比照第一项规定办理 前二项人员 符合本条例 第26条第5项规定者 得由其余遗族 比照第42条规定 请领王顾退职人 原应领 以此退职筹劳金之余额 无预额者 不再发给 第25条 各机关 够应于证务人 原发生异动后 一个月内 将异动情形 依规定格式 以网络报送全需簿 第26条 本条例第19条 第二项 所定应计入 每月退职所得之社会 保险年金 以退职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之总保险年资 计算地领取 这一次养老给付 或老年给付金额 呈以其精神定退职 且参加社会保险之年 资占其参加社会保险 总保险年资之比率后 在依其退职时 年龄之平均余命 按月滩题计算 退职人员同时参加 二重以上社会保险者 其应计入 每月退职所得之社会 保险年金 按其参加之社会 保险种类 分别依前项规定计算后 在合并计算其金额 第一项 所定退职时年龄 以年位单位 机灵月数不计 锁定平均余命 医内政部公告退职人 原退职当年度之全体国民 平均余命未准 退职当年度之全体国民 平均余命尚未公告时 以最近一年度之全体国民 平均余命未准 第27条 中华民国107年6月30日以前 以退职并支领 退职筹劳金之政务人员 自107年7月1日起 至每月退职所得 由全序部 按107年度待遇标准 依本条例第19条 至第21条规定 计算各年度 可办理优惠存款金额 利率及每月退职所得 并由考试院众委行政处分后 通知当事人 支给及发放机关 依审定结果 罚给月退职筹劳金 及优惠存款利息 医员政务人员退职筹劳金 给予条例 办理退职支付总统 自中华民国107年7月1日起 至每月退职所得 依前向规定重行审定后 在因相关法令修正 制法定卸任副总统 预金金额变更时 全序部应按变更后至今 额继算每月退职所得 并由考试院众委行政处分 本条例第20条 及第21条所称原金额 于中华民国107年6月30日以前 已退职之政务人员 只依107年6月30日以前 规定计算之每月退职所得 第28条 中华民国107年7月1日以后退职 并请领退职筹劳金之政务人员 其每月退职所得 按退职时之待遇标准 依本条例第19条至第21条规定 计算各年度可办理优惠存款金额 利率及每月退职所得 并依第6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 本条例第20条及第21条 所称原金额 于中华民国107年7月1日以后 退职之政务人员 指依下列方式计算之金额和技术 一、依原政务官退职筹劳金 给予条例 或原政务人员退职筹劳金 给予条例计算之月退职筹劳金 二、本条例第20条第一项 所定得办理优惠存款金额 按年息18%之优惠存款利率 计算后之每月优惠存款利息 第29条 支领或兼领月退职筹劳金之政务人 原以本条例第21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扣减退辅新制 实施前年资所既得之月退职筹劳金 还月补偿金时 依序先扣减月补偿金 再扣减退辅新制 实施前年资所既得之月退职筹劳金 第30条 政务人原办理二次以上退休职 且军领有定期性给予者 除第31条所定人员外 其次中华民国107年7月1日以后 各年度可办理优惠存款金额 利率及每月退休职所得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先按各自退休职金种类 分别依各该退休职法令规定 计算各自退休职于中华民国107年7月1日以后之每月退休职所得 二 前款各自退休职之每月退休职所得合计后之总金额 不得超过按其全部审定退休职年资依法既得之每月退休职所得上限金额 超过者 照各自退休职时间先后依需扣减 前项第二款所定全部审定退休职年资所既得之每月退休职所得上限金额 应以其各自退休职中经审定之最高退休职经计算基准及该次退休职之退休职所得替代率计算之 第一项人员各自退休职处分有不同处分机关者 先由各处分机关分别依所适用之法令规定计算各自退休职之每月退休职所得后 再由退休职时间较后之处分机关计算各自退休职之每月退休职所得合计总金额 及其全部审定退休职年资依法既得之每月退休职所得上限金额 并通知其他退休职处分机关依其计算结果办理 第31条 中华民国93年1月1日以后认证物人缘并于退职时 请领公保一次养老几步办理优惠存款 且依常务人员退休职 5法令请领退休职 5金者 按本条例第19条第7项规定计算自107年7月1日以后 各年度之每月退休职 5所得时依下列规定办理 1先依第32条规定调降每月优惠存款利息 2将检款之优惠存款利息 进入每月退休职 5所得 并依各该常务人员退休职 5法令锁定退休职 5所得替代率上限规定办理 中华民国92年时2月31日以前 已认证务人员 并于93年1月1日以后退职时 请领公保一次养老几步办理优惠存款 且依常务人员退休职 5法令请领退休职 5金者 自107年7月1日以后 各年度之每月退休职 5所得 依前项规定办理 第32条 前条锁定人员 按其支领退休职 5金之种类 一本条例第20条第7项规定计 算自中华民国107年7月1日以后 各年度之优惠存款时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支领约退休职 5金者 公保一次养老几步之优惠存款利率 一本条例第20条第二项锁定利率办理 按其请领退休职 5金之各该退休职 5法令对于优惠存款利率 另有保障规定者 从其规定 2支领一次退休职 5金者 一次退休职 5金优惠存款 加及公保一次养老几付优惠存款 之合计金额 一本条例第20条第5项锁定利率办理 3监领月退休职金者 1按监领月退休职金比率 既得之公保一次养老几付优惠存款金额 以第一款规定办理 2监领一次退休职金优惠存款金额 加及按监领一次退休职金比率 既得之公保一次养老几付优惠存款金额 依前款规定办理 但最低保障金额应 按其兼领一次退休 值金支比率计算 第33条 本条例第22条 第一项锁定各级政府 每年节省之退付经费支出 应全数易主退付基金 依下列规定办理 1各级政府 应于每年1月31日以前 将所属退职政务人 原前一年度 一本条例第19条 至第21条 规定计算后 减少支付之下列金额 汇送全序部审核 1优惠存款利息 2退付新制 实施前年资所激发支援 退职筹劳金 含月补偿金 2全序部就各级政府 依前款规定所审核之金额 报警考试院会同行政院 于每年3月1日前 确定应译住退付基金之金额 再由基金管理 机关编列未下一年度预算 3各级政府 于前款应译住退付基金之金额 确定后 应报警葛支给机关 依预算法令 编列未下一年度 税出预算 各级地方政府 依前向第三款规定 编列之下一年度 税出预算中 支辖市政府极限 是政府应译住部分 由财政部 及中央主计机关 分别以中央统筹分配税款 一般性 及专案补助款 代未播付退付基金 前项所定义 中央统筹分配税款 一般性 及专案补助款 代未播付退付基金 支播付七成 及金额 由全序部通知 财政部 及中央主计机关 配合办理 一本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定 应定期上网公告 之易主金额 应于考试院 会同行政院确认后 揭露于全序部网站 第三十四条 政务人 原依公务员承介法 或其他法律 减少发给退休 值 五金者 其应减少 之退职筹劳金 及优惠存款利息 先一本条例 第十九条 至第二十一条规定 计算每月退职所得后 再按应扣减比率计算 第三十五条 前条所定政务人 原知领 或兼领月退职筹 劳金者亡顾后 其遗族请领之遗属 一次金 或遗属年金 应按相同扣减比率计给 第三十六条 知领或兼领月退职筹 劳金之政务人 原亡顾后 其遗族请领 遗属一次金 或遗属年金时 应以知领 或兼领月退职筹 劳金人员死亡时 之法律事 时任定其请领资格 知领或兼领月退职筹 劳金之政务人 原亡顾后 其遗族请领 遗属一次金 或遗属年金之程序 规定如下 一 填据遗属一次金 或遗属年金申请书 简同遗族系统表 遗族代表领受 遗属一次金同义书 或遗属领受遗属年金领 受同义书 即死亡证明书 或除户户籍等本 送原服务机关 够会送全序部审定后 通知知给 或发放机关发放 二 遗族抛弃遗属一次金 或遗属年金领授权者 应出具抛弃同义书 送原服务机关 够会送全序部办理 三 遗族为未成年子女 或受监护宣告者 应由其法定代理人 或监护人 依行政程序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项规定 代未请领并应出具 法定代理人 或监护人身份之证明文件 第三十七条 支领或监领月退职筹 劳金之政务人 冤枉故时 其侨居国外之遗族 在国内未曾设有户籍 或户籍已迁出至国外者 依前条及下列规定 请领遗属一次金 或遗属年纪 一 亲自回国申请者 应提出足资证明 具有中华民国国级制文件 集入出境资料 二 委托国内其有代位申请者 应提出足资证明 具有中华民国国级制文件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并经我国驻外事领馆 代表处 办事处 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 或委托之民间团体 以下简称 驻外管处 验证之委托书 或授权书 即受托人之身份 证明文件 知领或监领 月退之筹 劳基人员之遗族 依规定 减负之证明文件 或委托书 或授权书于国外制作者 应以中文姓名签名 或盖章 并经驻外管处验证 提出之文件 为外文者 应令赴经驻外管处验证 或国内公证人 认证之中文一本 第38条 知领月退之筹 劳金之政务人员亡顾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原服务机关 够被简通死亡证明书 以机关名义 向权序部申请 先行拒领 三个基数之遗属一次金 办理其丧葬事宜 一 无合法之遗属 疑自金领受遗族 二 在台湾的区无遗族 其居住大陆地区遗族 未随事办理丧葬 三 在台湾的区无遗族 且不明大陆地区 有无遗族 前项用以办理亡顾 退职人员 丧葬事宜之遗族 疑自金如有剩余 一起退赴新制实施前 后审定年资支比率计算 分别归属公库 及退赴基金 第一项第二款 即第三款人 缘合于请领遗属 疑自金之大陆地区遗族 得于退职政务人员 死亡之日起十年内 请领医员 政务人员退职筹劳金 给予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计算应付发之 退职筹劳金余额 原服务机关 够未去领之三个基数 遗属一次金级办理丧葬事宜 所剩遗属 以此基余额 前领月退职筹劳金之 政务人员亡顾 而有第一项各款情形者 依前三项规定办理 但第一项及前项锁定基数 按其兼领月退职筹劳金之比率计算 第三十九条 遗族一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 请领遗属年金者 应以知领或兼领月退职筹劳金人 冤亡顾时之法律是 时任定其请领资格 前项人员以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 请领遗属年金时 应提出下列证明文件 一 本人于退职人员亡顾前一年度 年终所得申报资料 证明其平均每月所得 未超过退职人员亡顾当年度之法定基本工资 二 经见定符合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所定身新障碍等及未中毒障碍以上之等级者 应检同身新障碍手册或证明赢本 三 受监护宣告 尚未撤销者应检同法院监护宣告裁定书及裁定 确定证明书赢本 其监护人非本国籍时 应检同有效期限内之护照或拘留证赢本 亡顾退职人员之遗族为未成年子女且符合本条例第26条第三项规定者 得依前二项规定办理并给予终身遗属年金 第40条 本条例第26条第4项所称遗族领有一本条例或其他法令规定 何给之退职筹劳金退休职五金辅恤存款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预算公营市业机构之给相当于退离给予之定期性给付 只遗族领友下列给付 一一本条例何给之月退职筹劳金月退休职五金已属年金月辅续金及优惠存款利息 二政府机关购公立学校行政法人或公营事业以下简称公部门 依其他退休职五辅续及年资结算法令或规章审和定 并由政府预算或公营事业机构之给定期且持续给付之给予 前项第二款所定给予 不包含于公部门参加各类社会保险所支领之养老年金或老年年金 第41条 经审定得自年满55岁之日起支领遗属年金 以下简称斩其遗属年金之配偶 于开始支领之日前亡顾或丧失领取遗属年金权利者 由其他拒领授权之遗族 按本条例第25条所定领受顺序及分配比率 一同条及第26条规定 请领遗属一次金或遗属年金 前项所称 据领授权之遗族 指支领或兼领月退职酬劳金之政务人原亡顾时 符合本条例第25条规定之遗族 第42条 亡顾退职人员之遗族 依本条例第26条第5项规定 请领一次退职酬劳金余额者 以原审定则领已属年金之遗族 全数因死亡或法定原因丧失领取遗属年金权利时 使得未知 前项一次退职酬劳金余额 应先依原政务人员退职酬劳金给予条例规定 计算亡顾退职人员应领之一次退职酬劳金 再扣除退职人员以领之月退职酬劳金 含补偿金与原审定遗族 以领取之遗属一次金 含一次退职酬劳金余额或遗属年金后 如有余额 使由其他拒领授权之遗族 按本条例第25条所定领受顺序 及分配比率领受之 前项所称拒领授权之遗族 至前条第二项规定之遗族 退职人员于中华民国108年6月30日 以前亡顾者 其支领遗属年金之遗族 由本条例第26条第5项规定情形式 其余遗族得依前三项规定 请领亡顾退职人员应领之一次退职酬劳金余额 无余额者不再发给 第43条 亡顾退职人员之遗族 依前二条规定 请领遗属一次金或遗属年金 或一次退职酬劳金余额者 应填据申请书 并同原审定支领遗属年金者 丧失领授权证明资料 依第36条及第37条规定 送原服务机关 够会送全序部审定后 通知支给或发放机关发放 第44条 支领或兼领月退职酬劳金之 政务人员依本条例第26条第6项规定 于生前预例遗族 指定之遗属一次金或遗属年金领寿人 有二人以上者 一遗族指定之比率领寿 前项退职人员之遗族 有未成年子女者 依本条例第26条规定 不得指定低于其元得领取之比率 退职人员一 第一项规定预例之遗族 未指定领寿比率 或指定未成年子女之领寿比率 未达元得领取比率者 依本条例第25条 第一项锁定比率领寿 第45条 一本条例第十条第一项 或第十八条规定领受之退职酬劳金 自中华民国107年1月1日起 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 退府新制 实施前经审定年资应发给之退职酬劳金 于退职案审定后 由审定机关通知之给 或发放机关签具付款评单 通知财政权责机关 办理支付事宜后 转发退职人员并办理核销 二 支领或兼领月退职酬劳金者之月 退职酬劳金 除首期月退职酬劳金外 应定期于每月一日发放 支领退职酬劳金之政务人 源于退职生效日后 有育义领生效后薪资者 支给或发放机关 应自其一次退职酬劳金 或月退职酬劳金中 何时受回 第四十六条 中华民国107年1月1日起 一族领受之遗属年金 自退职政务人员 亡顾之次月起 定期于每月一日发放 退职政务人 源于停发月 退职酬劳金期间亡顾者 得自其亡顾之次日起 发给遗属年金 但亡顾当月 已由政府发放全月薪资者 自其亡顾之次月起 定期于每月一日发放 遗属精神定给予 斩其遗属年金者 由全序部及原服务机关 构分别列策管理 并于开始发放日之一个月前 由全序部通知相关支给 或发放机关定期发放 支领或兼领月退职酬劳金 支政务人员亡顾后 其遗属归一规定 请领遗属一次金 或遗属年金 致易领退职政务人员 亡顾当期以后之月 退职酬劳金者 只给或发放机关 依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四项 及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 应自其遗属一次金 或遗属年金中 何时收回 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五条 第一项第二款 前条第一项 及第二项锁定发放日 预历假日时 仍应于当日发放 但因金融机构作业 未能配合 至无法如期发放时 预历假日后 第一个上班日发放 退职人员所领月 退职酬劳金 或遗族所领遗属年 基一本条例 第十八条第二项 规定调整 而支给或发放机关 未及于当期发放日前 调整发放金额时 应于下一个定期发放日 补发或调整发放金额 第四十八条 退职政务人 原请领一次退职筹劳金 或公保一次养老 给付优惠存款利息之权利 自退职日起 经过十年不行使而消灭 支领或兼领月退职筹劳金之 政务人原王雇后 其遗族请领 以属一次金 或以属年金之权利 自政务人员死亡之日起 经过十年不行使而消灭 前二项基本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 所定请求权时效之计算 于定期发放之月 退职筹劳金 优惠存款利息 及遗属年金 自各期发放日起算 以本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及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 停止领受权利者 自停止原因消灭之日起算 政务人员 或其遗族请领中华民国 106年8月10日 以前之离职 处金本息之权利 自政务人原退职 或在职死亡之日起 经过十年不行使而消减 前项退职政务人 源于请领时效 届满前死亡者 得由其遗族于政务人员 死亡之日起 十年内请领 离职处金本息 前二项人员之 请求权时效于 中华民国106年8月10日以前 以消灭者 不是用钱 二项规定 遗族于政务人冤枉故时 由耻夺公权 尚未复权之情形 致不能行使 请领离职处金本息 已属一次金 或首期已属年金之权利者 及请求权时效 自负权之日起算 第49条 本条例第27条 第二项第一款 所定因公死亡 应符合下列要件 1. 情势要件 只执行抢救灾害 难逮捕罪犯 或执行与战争 有关任务时 陷入危及生命安全之 艰困情境 2. 费勇要件 面对前款艰困情境 仍奋不顾身 继续执行任务 或防阻死伤扩大 致牺牲个人性命 第50条 本条例第27条 第二项第二款 所称于办公场所 或奉派公差 除执行前款 以外之任务时 发生意外或危险事故 或遭受暴力事件 或罹患疾病 以致死亡 只有下列情形之一 以致死亡 1. 在处理公务之场所 于办公或指定工作之期间 发生意外或危险事故 或遭受暴力事件 或罹患疾病 2. 经机关指派 执行本条例第27条 第二项第一款 以外任务时 发生意外或危险事故 或遭受暴力事件 或罹患疾病 3. 代表机关参加活动 发生意外或危险事故 或遭受暴力事件 或罹患疾病 前项所定发生意外 或危险事故 遭受暴力事件 及罹患疾病 比照第10条规定认定之 第51条 本条例第27条 第二项第三款 所称于办公场所 或奉派公差 除执行前二款任务时 办公场所上班及退勤 或执行任务 往返之必经路线途中 非因本人之重大交通 违规行为 所生意外或危险事故 或突发性疾病 以致死亡 前项锁定意外或危险事故 比照第10条规定认定之 锁定必经路线 及其途中之认定 比照第11条第三项 至第5项规定办理 本条例第27条 第二项第四款 第二目所定发生 意外或危险事故 比照第10条第一款 及第二款规定认定 锁定触发疾病 只发生突发性疾病 第52条 本条例第27条 第二项第五款 所定入力职务 继绑过度 以致死亡 比照第13条规定认定之 第53条 本条例第27条 第二项第四款 第一目所定 重大交通违规行为 比照第14条规定认定之 第54条 第二类政务人 原至遗族 申请因公死亡案件 硬检通知证明文件 及其他相关资料 比照第15条规定办理 第55条 本条例第28条 第一项所称 受有勋章 或有特殊供给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 受有一勋章条例 授予之勋章 二 受有一奖章条例 授予之奖章 三 受有总统一政务军 使各机关保举 最优人原办法 所颁发之容 预计念章 四 经总统明令包扬 五 一本条例 第27条 第二项第一款 第二款 或同条项第四款 第一目所定因之行 同条项第一款 日午至往返途中 发生意外或危险事故之规定 认定为因公死亡 一本条例 第28条 第一项 规定得增加之给予 依公务人 原领有勋章奖章 荣誉纪念章 发给奖励基实时 要点锁定 发给标准 于退职 或在止死亡时发给 并由最后服务机关 够支付 因同一室友 重负受有第一项 各款所列勋章 或特殊公寄者 应则一请领 第56条 本条例 第29条第4项所定 由其子女代位领寿之室友 以政务人 原死亡时之 法律是时任定之 第二类政务人 原以本条例 第29条第5项规定 生前预立遗嘱 指定之离直处金领寿人 有二人以上者 一遗嘱指定之比率领寿 前项退职人员之遗嘱 有未成年子女者 以本条例 第29条第5项规定 不得指定 低于其元 得领取之比率 退职人员一 第二项规定 预立之遗嘱 未指定领寿比率 或指定未成年子女 之领寿比率 未达元得领取比率者 以本条例 第29条 第一项规定 比率领寿 第二项 前项 及第44条 所定遗嘱 依民法之规定 中华民国 106年8月10日以前 已参加 离职储金之政务人员 于106年8月11日 以后死亡者 其遗嘱请领 离职储金本息 依本条例 第29条 第30条 及前五项规定办理 第57条 本条例 第32条 第一项 锁定遗葬补助费 于政务人员 在职死亡时 补助7个月月份 获本 年功 奉 政务人员 在职失踪 并经死亡宣告者 得依前项规定 发给炼葬补助费 但经撤销死亡 宣告者 原发给之 炼葬补助费应由 致给机关依法追缴 第58条 政务人 原之离婚配 偶属中华民国 107年6月30日 以前退职之政务人员 不是用本条例 第34条规定 第59条 本条例第34条 第一项锁定分配比率 依下列规定计算 一 分配离职储金本息者 以政务人 原与其离婚配偶之法定财产制 或共同财产制 关系存续期间 与政务人 原参加离职储金期间 重叠之部分 按重叠期间 占参加离职储金期间 比率之二分之一计算 二 分配一次给予者 以政务人 原与其离婚配偶之法定财产制 或共同财产制 关系存续期间 与政务人 原审定一次 给予年资 重叠之部分 按重叠期间 占审定一次给予 年资比率之二分之一计算 三 分配退职筹劳金者 以政务人 原与其离婚配偶 之法定财产制 或共同财产制 关系存续期间 与政务人 原审定退之年资 重叠之部分 按重叠期间 占审定退之年资 比率之二分之一计算 第六十条 本条例第三十四条 第一项所定离婚配偶德 请求分配离职储金本息 一次给予 或退职筹劳金总额之比率 金额及给付方式 于前条所定 分配比率内 以双方协议分配 未有先并 按其协议结果 自行办理给付事宜 无法协议 协议不成 或分配比率 显示公平者 当事人 一方得申请法院 裁定分配比率 或免除分配额 前项所定无法协议 或协议不成者 由当事人一方 一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 第一项规定 以书面通知 离职储金合法机关 一次给予 或退职筹劳金 审定机关 于合法 或审定 可该给予时 依前项规定之 分配比率 计算其应予分配之金额 并通知支给 或发放机关 一次发给 第一项锁定 分配比率 金额 及给付方式 等相关文件 应经公正 第六十一条 一线条第二项规定 发给政务人员 以离婚配偶之 离职储金本息 一次给予 或退职筹劳金总额 由支给 或发放机关 依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 第二项规定 私政务人员 应领之 离职储金本息 一次给予 或退职筹劳金中 何时收回 其属退付基金支出部分 有收回金额不足时 由政府承受 并由 可支给机关编列 预算不足 政务人员于 中华民国 107年7月1日 以后退职 且于支领 或兼领月退 职筹劳金期间离婚者 其退职筹劳金 依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 第三项规定 被分配时 应与分配之 退职筹劳金 给付金额及方式 比照前条 及前项规定办理 第六十二条 政务人员 或其遗族 由一领 或物领公体 储金本息 退职筹劳金 以属一次金 或以属年金情形 且为主动缴骸者 由发放机关 依本条例 第37条 第一项规定 以书面行政处分 通知当事人于 三十日内缴 还一领 或物领之金额 并付之之给机关 借其不缴骸者 发放机关 应依行政执行法 相关规定 以送强制执行 同时付之之给机关 必要时 由支给机关 依行政执行法 相关规定 以送强制执行 前项一领 或物领之金额署 定期性给予者 得先由发放机关 通知当事人 自下一定期以后 知给予中 何时收回 当事人如有异议 且未以其他方式 缴回者 发放机关 应依前项规定 办理追缴 支领一次退职筹劳金 或公保一次 养劳给付病 办理优惠存款 执政务人员 由一领 或物领优惠存款 利息者 由最后服务机关 够以第一项规定 办理追缴 必要时 由支给机关 依行政执行法 相关规定 以送强制执行 前项所定应 追缴优惠存款 利息之最后服务机关 够 于第一类政务人员 为政务人 远转任前之 最后服务机关 够 于第二类政务人员 为政务人员之 最后服务机关 够 第六十三条 本系则所使用 葛仲书表格式 由全序布定制 第六十四条 本系则除 第二十六条 至第四十四条 及第五十八条 至第六十一条 自中华民国 一百零七年 七月一日实行外 其余条文 自一百零六年 八月十一日实行 本系则中华民国 一百十一年 九月二十三日 修正发布之条文 除第二十一条 自一百零八年 八月二十三日 实行外 自发布日实行